作为一个机构或者是一个公司的带领人 他常常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是企业的主要的负责人的 他们都会有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常常会发现在发薪水的时候会有压力 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就跟我说 他说最难熬的事情就是你如果要带领一群人一个创业的群体 你会发现当你付不出薪水的时候会是怎么样一种情况 那我说我感谢上帝 我虽然说带领我们教会 但是我的压力没有那么大 一方面我是对上帝是蛮有信心的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不是为了金钱 耶稣说我们不是为了食物而活着 但是我必须承认一个现实就是说 我们是有压力的 我们是有压力的 那如果我开始现在就开始明年的预算 那今年我们发现我收到财务的报告的 一到五月份我们不够七十多 然后我们的预算不到 不到我们的预算差了百分之二十三 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 就是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挑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那我们现在也不需要 暂时还不需要lay off我们的同工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到年底的时候可以够 但是我在这里就鼓励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姐妹 按着力量过了力量 甘心乐意的奉献 就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的时候 我会觉得你需要 你需要 因为这不单单是圣经的教导 也是你对这个教会的责任 你知道这个教会不是我的 这个教会是上帝给我们的家 就是你我在这个教会都有责任 对不对 我感谢上帝 我带领RMS到现在 我们没有缺乏 我们每年都没有缺乏 我们都是surplus 我们都是 都没有负责出现过 但是我们的确现在有这个困难 那我也希望弟兄姐妹可以按着力量 过着力量 给在圣徒的供应上有份 马拉基书说得很清楚 你们在何事上夺取 夺取你的供物呢 就是说 以色列人他们 在给上帝的供物当中 他们没有尽到责任 所以马拉基先知就指责以色列人 说你们没有在给上帝的供物当中 尽到你们的责任 感谢上帝 我们的同工 我们的弟兄姐妹 在这里我们一起建造这个家的时候 我们也愿意把我们每一个人 甘心乐意的摆上 现在在我们面前 就像这新乡的供物 也会上 求是上帝也纪念我们中间 每一位 特别我看到我们的姊妹 我记得她上周 我在这里 她上来跟我祷告 我不知道你妈妈好一点没有 她妈妈可能是 肝尿 胃里面有肝尿 我也很无力地为她祷告 但是我感谢上帝 今天还是看到她 但是她最后跟我说 她说我们妈妈 叫我把奉献带回给教会 我也希望这个妈妈 可以成为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榜样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赏赐 供应的都是耶和华 就求你让我们 在这个奉献的事情上 也能够维生 主 我们 是你的家里的人 不能够让你的家有缺乏 就求你感动我们中间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 甘心乐意的摆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